《大乘临终智慧经》 这样 今天讲《大乘临终智慧经》 还有念佛子心的传承 念佛子心的传承很重要 佛子心的作者叫《无诸菩萨》 《无诸菩萨》是宫人的一个大菩萨 他所作的《入菩萨行论》的讲义《三数海》 这个是我们06年开始讲的 大概讲了好几堂课大概200多 这个佛子心的作者也是他 所以只要读他的一些书 相续当中自然而然生起菩提心 你们当中有个别人是比较傲慢的 可能不一定那么轻易地相信 菩提心哪有那么简单 或者说依靠一个大德的能力真的能生起吗 可能有些好的方面不产生定解 不好的方面经常产生一些怀疑 这也是我们的习气 凡夫人的特点 但我个人而言确实对无诸菩萨的教言 有非常大的信心 当然这个主要来源于上师如意宝 在不同场合当中已经讲了无数次 正因为这样可能自相续当中也是多多少少 要得到一点自解或者间接的加持吧 所以无论是到哪里觉得《入菩萨行论》很重要 无诸菩萨所作的《讲义 善受害》 这一本书也是非常重要一直这样认为的 今天《佛子心》可能不需要好长时间 几分钟吧然后我跟大家念传承 希望今天听到佛子心声音的人 无论是在我们今天现场的人 还是通过我们这个网上 有外卫 还有低视频 应该是信浪修 还有有色的各个不同的讲堂当中吧都有 希望你们每个人的相续当中得到真正的无畏的菩提心 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产生一个菩提心的话 人世间应该不会有很多的痛苦 因为我们大多数的痛苦的来源于 是自我的执着和自私而带来的 我经常也说过吧 我们除非有个别的人可能去一些佛陀 高僧大德的圣地然后流出眼泪 想起了自己的大德的上师 或者看待一些可怜的众生的时候流出眼泪 除此之外大多数是为自私自利而流的眼泪 所以人世间大多数的苦都是因为我知 因为没有菩提心而出现的 所以我们很希望每个人得到今生当中的快乐 和来世的快乐的话 需要有一种传承的加持 需要上师的加持 需要佛菩萨的加持 不管是你承认于佛我们都应该去试探一下 我们今天听众百分之九十多的人 应该是对佛教有虔诚信仰的 但是里面也有可能半信半疑 甚至可能把这样的行为并不是很认可的 也有这样但这样也是可以的 我们这个世界不是一体化的 应该是在显现当中有各式各样的 不同的众生 不同的根基 图显著每个人的不同的意乐和性格和结性 所以我先也特别希望 每个人真的相续当中生起大悲心和菩提心 如果心里有菩提心以后 包括我们这里有很多的法师非常了不起 但是将来能不能弘法利生 可能相续当中的菩提心有直接的关系 我们这里有很多的居士佛教徒 也的确是从你的水平上也好 从你的智慧 悲心 信心各方面的功德来讲 应该是相对而言特别了不起 但以后能否利益众生 能否自己过得特别快乐 轻松的生活 也是靠自己相续当中的这一颗珍宝菩提心 就非常有关系的 所以今天也是我是真诚的一种 对诸佛菩萨的一种祈祷的心 恭敬的心 还有求加持的心来给大家念诵 你们也应该真正得到佛字心的 不仅仅是文字上或者声音上的一种传承 更重要的传承上师一脉相传的 这么一个加持和智慧和悲心的传承 它是一种无心的传播 但这个传播依靠缘其空性的 不可思议的威力 我们每个人只要有信心的话都可以获得 ró 这里让某一个要补试 让他的宣传的缘 像还有某一个使用的 人被靠紧往前 яли成你 气 Micro ting parts arkadaşlar 对着这种想法和值得在龙山何俩 再放过至于 ingen东边的活动 这么多 небы双海冠粮实 Wahyu 不说是会巴 Wouldnいました 有一个发展保十字ない 威返 association 就是把很终 datos 说明是我们的 esta一个議计我 的政裾 这混乱 ме 利善 好 严离 全以往 馮 王 思云 瑞稻 亚似 离 乎 比达 野 王 亭 王 亭 悷 仰 亐 宝 智 智 云 语 师 佛 向 地 上 仰 花 娃 王 亭 卖 师 佳 suggestions 您 面 Dinge 节? 导致 买 仪 书 监 乌 诗 斯 诗 佛 诗 诗 语 诗 语 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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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广播剧场—— Phantom of the eficient 为何者那个有为何来说 要 谈述以古 Even 了解,要'. 宗战用乡色 disregard讳章 你跟上就是这么多义 似乎乖大家盾 别人又覺得自己原狀 那你真的很少太听 要 tro ant dándá 我出思考 妙子果然love 真的 franchise'd 此人的罪 劍謁 实际上是 至少被 明ening无法伺候视频 在凉子中将拙子 跟洪是犀名的 以为提供 您在养 km 先生 学习我们的一项 在那里里面 идет很低 你会用他的 体道对方伟有学 您要投赏他们的朋友 一些人以为我们去找他 자신的一个物业 在哪里 于旁边寻有学习他 学习他 ان или你他 在求是这个奚 在教宅的学习他 宝养 他 应该 euros 您要跟他 开心 师父 孙 新人 师父 俄宝 原 师父 监睛 师父 相养 师父 如 让他的寻师 们 教宅 师父 以于所谓的福音 师父 在这座小小的都知道 野心里的孙主的有点大不了 这就是一个人以为它在教会的习惯を提升 而非语 tecnología的战神的这种方式 这有一个人以为他们的变化 都拿出根本来的转发了 就是我们的这种地方 因为我们的区别人生在国间的生活中 在我们的两个人业度上 我们的体验也关于一个人生的 我们的区别人与他们的读职 这就是他在我们的体验 在我们的体验 裡面書文olds que可以這樣寫著的 說 Sam有人要和你嘉祿下的 那些怎麼可能和來走 我會不會被告 與我的icher 我會告訴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准备讲皈依 皈依的功德主要讲这个 同时给大家传《遂念三宝经》和《大成三宝经》 有这么一个《大成三宝经》是很早以前翻译的《大藏经》当中有 好像曾经西夏国王专门写过这个序 我想下一堂课吧 我们每一堂课完成一部经 这样你们也像《遍花莲花经》那样很长的话 有点累就听一节课完成了一部经 这也是挺好的 今天我们就讲一部经 我还有翻译了一个经叫《遗志经》 《遗志经》只有一个字 佛陀也说 啊 挺好的 那天我这个也是方便的时候或者下一次也是给大家一起传了吧 这个是《遗志经》佛陀宣说的一个字 就是这一部经典 这个是比较好的 可能星期六或者星期五吧 现在稍微有点确定不下来 但是晚上应该提前大概一两天就可以给大家通知 这样的 这是一个事情 下面我们就讲《大乘临终智慧经》 《大乘临终智慧经》先应该给大家念一个传承 这个传承我们这边也有一个安排 然后我这边 今天我的笔记本上面也是我抄了一本 抄了一个藏文的 我今天是在这个上面念吧 这个是书抄的 这个什么时候抄的呢 是2016年12月4日凌晨3点40分的时候抄的 有一次我晚上睡不着 然后在电脑上翻那个《大乘临终智慧经》 看到那个《临终智慧经》挺好的 然后我就抄下来了 抄下来了过后就开始后来翻译了 然后这个呢 功德子等会儿讲吧 好 发生了一个问题 真正是有一个机会 很多人都会给她抄下来 得了什么 这个人都会不会和我 去抄下来 然后再说 这些人都会有什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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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建议有时候写日节还是挺好的 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多烦一点写下来 我今天看了一下我在12月4号的时候在哪里 我现在都想不起来 凡是有一天睡不着 凌晨起来乱饭 有些树树树这样的 有些道友睡不着的时候很痛苦 然后就一直翻过去翻过来很痛苦的不要这样多看书 下面我们讲《大乘临终智慧经》 这个经典是法王如意宝以前很重视这部经典 在我们的课堂上也是经常讲过 《大藏经》当中有一部叫《灵终智慧经》 那么这个是非常有加持的 应该作为修行人经常可以念诵 同时有些教言我们现在在生活当中 现在任世间不断修持的话 到临终的时候完全可以运用 上师在我们的课堂上很多次这样讲过 并且这里面的有些教证 在上师的著作当中也是应用过 当时我也很希望这个经典 因为《大藏经》就比较多不知道是哪一部当中 但现在电脑上可以诉说还可以查找的话 比较方便所以那天我找到之后也很欢喜 因为上师以前都经常赞叹 而且自己觉得这个翻译出来的话 我想现在很多的汉族道友也会修行 依靠这个来可以修行的 我在汉文的《大藏经》当中寻找没有找到 也许是有因为《大藏经》的版本比较多 现在电脑上查的话有时候是比较方便 但是一直没有找到所以翻成汉文 翻成汉文之后我也希望我们这里很多多种文字的 包括英文也好 日文也好还有其他的 全世界有很多不同的文字和语言 那么有不同的众生 不同的民族 当然我们每个人已经完全变成 像以前的翻译家那样特别准确的话有一定的困难 包括我翻译这么多年了 但有时候自己去观察或者自己去贩毒的时候 有些地方确实也有一些错误的地方 但是总的来讲自己很认真的 同时把佛经里面也好论典当中的意义 基本上99%掌握的时候我想翻译出来也不会有过失的 包括我们讲经说法也是这样的 有些经常说你讲的不对讲的是错了 这个有可能是错的 看诸佛菩萨以外 我们一般的世间人讲经说法当中没有一点错误的 完全是正确的 这样的人恐怕不管是什么身份的人 我想如果自己犯事的话有一定的困难 当然有个别人故意跟你调毛病了 这里有错误 那里有错误 这样端章趋语地夹在一起也能找得出来 不管是什么身份的 以前的一些真正的像大德 麦彭仁波切 宗喀巴大师他们的一些金刚语 有人也有条毛病的 所以更何况说是我们其他的人 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有必要 有一些佛经和论典当中的这些语言有必要 再翻成不同的一些民族的语言和文字 这样以后说话众生可以有不同的身份 佛陀也是依靠天龙 夜叉等 不同的众生的语言来讲说佛法 那么我们现在全球化的今天 其实也有必要有很多不同的语言来弘扬 这样我想我们现在光是在藏文上 可能懂得藏文的人为数不多 翻成汉文以后应该在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当中 现在尤其是很多汉族的佛教徒很优秀的 说实话我们到非洲也好到澳洲也好 到欧洲也好还有像美国加拿大等等 各个地方去的话就集通到自己的汉文 然后同时他们很多人通到好几种语言 而且有些确实把佛经 论典佛教的一些专用俗语 讲得比较不错的学得也是很深的很有基础的 这样一来我希望很多道友也不要特别意味地害怕 不敢碰 不敢讲这样的话人生很短暂 也许你一种担忧和担心当中离开了世间 这样的话你懂得其他民族的语言 有时候不仅仅是这个语言用上我们自己的生活 谋生用的更重要的 依靠他将佛法的智慧传递给其他的有缘众生 也许是你学到的语言更有价值的 我都有时候想我特别感谢以前我的一些汉语老师 虽然我遇到的汉语老师都不是普通话 所以我现在说的也是不是比较标准 所以我从小都如果遇到一个真正的一些 比较好的那种不能说好的老师 就是说比较语调方面比较好的话 我可能讲的也比现在稍微好一点 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对我们这样的一种教授 自己也是在短短的人生当中也相当一部分用上了 这一点也是很感恩的 所以我翻成这个汉语目的是这样的 我今天讲《临终智慧经》是吧 《临终智慧经》 想说什么 刚才 请听你听吧 还有我们以后在各个地方 各个地方要弘扬佛法方面希望大家都应该要更加地努力 不管是你什么身份的人在家人也好 出家人也好 什么身份无论是你在哪个地方做什么事情都不重要 一定要各自在各自的位置上都要想到佛法智慧传递给别人 那么这个方面首先是我们作为一个人 有这种一塌心一定要有佛法的智慧来传递给别人 但在这个之前可能你自己需要学习一些佛教的智慧 现在我看到的很多人是世间的智慧很不错的 有些人可能现在信息化的今天 可能什么信息全部都在眼前琳琅面目 就非常容易就可以看得到 但是我们佛教的智慧还要提升佛教里面的智慧 的确我是这样认为的 在其他世间的智慧也是很精彩 非常好的 但是更重要的我们界定会三学的内容 三藏十二部的内容尤其是密续和中观当中的 有些特别甚深这样的深奥的内容 如果我们真的在短暂的人生当中很认真地投入 认真地去探索最终的话自己有非常不可思议的 微妙的这种境界会出现的 那这个时候好像你不传给别人不给别人分享的话 自己都觉得自己实在是无法住下去的 有这种感觉所以说我们现在应该是很不错的 各个地方一些学佛的人也好 一些学佛的在家人和一些出家人大家都很好 但第一个可能不要佛教徒之间真正直 互相不团结 互相说过失 尤其是一些小小的惯例上面 争夺一些迹象事件的真名堕利 就很可怕的这个作为佛教徒特别惭愧 有个别地方的话 该研究 该探索的不去 一些非常小的事情 琐碎上面花时间这是非常不合理的 所以我们各个地方的一些佛教的中心 学会 寺院 管理的过程当中 我们法师们 整理管理人员怎么安排的话 希望大家还是应该能接受 没有必要在下面做很多连世间人都不会做的 有些事情这样做的话可能导致最后 可能自己的学佛方面会受影响了 有些行为别人一看都知道 真正的佛教探索者完全是一种奉献 对个人来讲是什么样的都可以的就无所谓的 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 世间上任何一个变化他可以能接受 但是我们修行不太好的话 可能以世间的那一套贪嗔痴 嫉妒 傲慢 甚至各种非常不如法的行为 拿到我们佛教的团体当中 那么直接间谛我们佛教人才的水平和它的品质 所以我们现在一方面 能懂世间和出世间的佛教人才 一定要想尽办法培养出来 然后这些人应该在不同的地方要去弘扬如来的正法 弘扬如来正法的过程当中 互相都应该观清净心 少说过失 应该有一种责任感和实名感来传播 就是佛教真正的生意体和实属体的殊胜微妙之一 我觉得人生是非常有意义的 否则自己也不修行 在我们佛教团队当中经常也是不好好地去学习 这样的组织和团队实际上是没有为好 所以我去一些道场的时候有些地方特别不错的 说实话我也特别感谢我们有些负责人 发信任 特别特别感谢多年以来一直很重视佛教的培养 观念 这些但有些地方总而言之归根基地 就是可能自己的利益不成的时候 搞各种各样的一些实践法这是没有必要的 我也说过有些人该谈的一些文思修行 和我们出世间和解脱的这方面都不谈 接触的时候经常讲这个人的过失那个人的错误 然后说一些坏话 人心不清净的时候罪也肯定不清净的 这是一个自然规律 所以任何一个佛教道场当中 希望大家应该和睦相处 少说一些金刚道友和佛教徒的过失 非佛教徒之间 应该我们也要很好地去处理各种关系 解决各种问题 这样一来我们佛教才有希望 否则佛教徒自己本身都是 就是我们内在的智慧背心特别特别少 外面发出来的负面的情绪相当地多的话 到一定的时候可能对你个人也好 整个周围的氛围可能并不是很好 所以我今天也是在这里希望一方面我们先有的 依靠网络和依靠现在的科学手段和有些方便方法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机缘 这样的机缘以前是多少生世当中都可能得不到啊 你们有些人可以在自己的家里和自己的办公室里面 依靠电脑来听各个三知识的这些教言 这个是非常不可思议的 但是有不好的话 也很有可能依靠我们现在的特别散乱的一个时代 让自己的相续彻底毁坏 所以每个人应该有一种保护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这是我前面大概讲这么一个事情 不知道你听懂没有 有时候是听得模糊一点也好一点 意思就是我直接说的话 我们佛教徒之间不要有任何的矛盾 如果有矛盾谁说的话 说明自己的心愿不清净 所以即使别人对你攻击的话 你自己应该修安忍心 那天我看到一个网上说是 别人一直惹你生气的话怎么办 别人对他反馈的信息当中说 大概有四千多还是七千多说是要修安忍 有一部分给他提供的信息说 应该买一个飞机票让他到叙利亚去 所以有一部分人说是 这种人应该把他列入黑名单 但这个是比较少说的 所以世间人也是大多数人是修安忍 他们是没有信仰的这些人 认为是别人惹你麻烦 别人对你不公平的时候你要修安忍 没有信仰的人也是现在这个时代当中 大家都要修安忍 所以佛教徒一方面是修安忍为主 这个很重要的这个是在任何 尤其是在我们佛教的一些团队当中 佛教的团队当中希望大家不要有很多的事费 有些地方学得特别差 事费特别多 有些地方是学得特别好 事费很少 按理来讲的话 学得好的人一般心专注在一些知识和智慧 比较高的一些灵魂的精神的层面 这个时候你就对世间当中的一些 我也之间的一些那种事情 他特别看不上 根本不会关注的 但学得特别差的那一群人 整天都是唠唠叨地讲一些别人的过失 这是很不好的 所以我们佛教徒将来一定要 不论到哪里都是最好不要有什么是非 我是一般来讲特别不愿意 如果真实有的话 这是比如说管家或者负责人 他有责任整顿和有些事情的话他们可以 除此之外我们一般人 世间人也是在一个团队 一个公司 一个企业 一个住职当中 基本上大家都生口很清净的 身口很清净的 所以我们佛教徒更要 佛教不是自尽弃义 应该净化我们的人性 不仅是我们自性当中的心要清净 还要让众生的心意要清净的话 佛教徒以后希望扫索别人的过失 不然好像进到佛教的群体当中 更糟糕 更复杂 更麻烦 而世间的一些团队当中 他们都是很有水平的 这样到一定的时候 佛教就变成什么样很不好说的 汉地以前的三无一众的灭佛运动 其实有一部分是当时的 道教和有些皇帝的信仰直接有关系的 因为他们对佛教看不惯 但有一部分佛教徒自己的行为特别糟糕 到一定的时候 包括有些出家人的行为恨不如法 后来在社会当中引起很多的反向 觉得佛教徒都并不好有这样的 后来慢慢出现了很多的灭佛运动 这是我们看历史的人大家都应该很清楚的 所以现在各个地方的人应该观察自己的心 这叫做什么呢 《入菩萨行论》里面讲正知正念 用正知来观察用正念来念念不忘善法 用正知 用智慧来观察自己的身口与善门 这是我今天想提出的一个希望 那接下来我们讲《临终智慧经》 其实《临终智慧经》你们也应该很重视 希望以后大家都经常用在课程当中 或者自己念诵当中都是可以的 以前我在4月一个浪漫那里 求《临终智慧经》的传承 我当时把树已经拉着 我说是树我带着的 没有想到那个喇嘛他说没事 这个是很早 从小的时候我会背 我给你背着念 我虽然拉着树 但是都不用 我想他可能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经典 我说是说我这个树已经带着了 你能不能给我念一下那个 因为《临终智慧经》的传承有些是我没有的 以前是这么说的后来他说是没事 那个我很小的时候都是能背诵 我给你背着念我有点不好意思 所以这一点也是说明藏传佛教当中有些大德 确实对这部经典是特别重视的 我们也是希望主要是讲一些无常和死亡的观修 这里面讲的但是我们好像大多数的人 我现在看到大多数人关心今世 不关心来世可能我们像《拉荣佛学院》 有个别的一些佛教道成的话 稍微可能对今世和来世都比较关心 但是很多人一提起死亡的时候 大家都并不是那么的重视 其实这个也是应该值得重视 暗示全书在汉地有一个诸暗示 他造的暗示全书好像特别多 大概有六十多万字吧 他这里面我记得有一个比喻挺好的 它是怎么讲的呢 世间当中我们所起的马有四种 最好的两马这个辫子稍微给它看一下 看到影子的时候它就会跑的 然后刺后的比较好的这种马 就是它拿着辫子来轻轻地出打的时候 它会跑的 然后再过来以后 这个辫子比较重重地给它颤的话 它会跑的 但是最不好的这一匹马它是怎么样的 就是用这个辫子打它根本不做 用什么锥子打破它的皮肤 受到一定的伤害的时候它才勉强会信的 同样的他说我们的人也有这样的四种类别 上等人有智慧的这些人 一般来讲很遥远的地方的一些死亡的消息 这个时候他就马上知道 哦 某个地方人死了 然后我也是人那么免不了死亡 我一定要修与死亡有利的解脱法 他就赶快去修 就跟现在没有关系的这是很远的一些时讯 包括你看前一段时间马来西亚那边也是乘船 又死了很多人 台湾那边有些交通事故也是死了很多人 还有时候在各个地方 现在好像有爆炸 今天这里爆炸 明天哪里爆炸 死了那么多人 那么这个时候一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他觉得哦 那些人都死了 我也可能会死 听到很远的地方消息的时候 这是最上等的 然后过了之后 听到一些比较遥远的远方的一些亲人 熟悉的人死的消息的时候 自己觉得我要改修法了 会觉悟的 然后再过了那种人的话 自己身边的人 包括一些隔壁 邻居 或者你身边家里的人死了以后 你就开始醒悟了 那么最差的人是什么呢 自己真的老了 真的病了 实在是没办法的时候才醒悟 哦 我要修法了 这是最差的 如果生病了还不知道自己觉悟的话 那这个是比我们世间的旁生出生 比其他众生还要更愚蠢 他这里面这样讲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讲到死亡无常 和讲到临终智慧的时候 有些人可能没有什么很大的触动 这是说明我们的修行可能还没有到位 因为我们对死亡无常 可能并不是重视 重视得不够有这种情况 这样一来我们也看看时时的观察 要自己这一生的生活也需要关心 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死了以后怎么办 死的时候怎么办 有些人想今生很重要 死了以后我就不管吧 按照如教的思想的话 生都不知道 死更不用说了 没事吧 但这个是一个很不合理的说法 因为我们死亡以后漫长的日子 的确是无法想象的 这个人生虽然说人生漫长 但是是比较短暂的 所以在这方面有智慧的人就可以比较 那么下面我就简单讲一下 《圣大乘灵终智慧经》 这个是藏文的仪式顶礼诸佛菩萨 佛经当中这样说的 如是我问 已是否住在舍九经天 舍九经天一般来讲 《阿安经》里面舍界有好像二十一处吧 按照《俱舍论》和《毗婆萨论》 《毗婆萨论》当中有十七个舍天 天界有欲界 舍界 无舍界 舍界第一参天 第二参天 第三参天 第四参天 第四参天 他有凡夫的三参处 然后圣者有五参 其中最高的是舍九经天 当时佛陀在舍九经天天王宫当中 为眷属们说法的时候 徐宫藏菩萨摩佛萨埃佛如是百言 世尊菩萨当如何观修临终之之心 菩萨在临终的时候怎么观修 就问了这个问题 徐宫藏菩萨 然后佛告诉徐宫藏菩萨 菩萨临终的时候当观临终智慧 那临终智慧是什么呢 诸法自行清净故 当观无事相 诸法寄予菩提心故 当观修大悲相 诸法自行光明故 当观修无缘相 诸法诸有始法无常故 当观修不谈一切相 诸法真无信心及智慧过当观修不予他处寻佛 这是他的整个经文下面以偈颂的方式 我当时在偈颂上面稍微跟大家讲一下 那天也讲了为什么佛陀以前面基本相同的内容 后面以偈颂方式以是印度的传统 印度人一般先用善文然后用偈颂这是他们的一个传统 还有一个为了众生的根机不同 有些人是希望长行文有些人是希望偈颂 所以他这里涉及两种不同的众生 还有一个佛陀这样宣说 实际上对将来众生解脱非常有不可思议的意义等等 有很多的密意在这里这是我们前面也讲过 在这里简单说一下 佛陀以偈颂的方式来把临终智慧经 也就是说人要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 有些人可以观空性 有些人可以观大悲性 有些人可以观光明无缘相 有些人可以观五坛相 有些人观星星 它是由不同众生的根机来讲也可以 因为不一定所有的众生都是用一种法门来读化的 还有有些人我们可以让他观阿弥陀佛 有些人在死的时候祈祷观世音菩萨而亡的 就各种情况都有 因此佛陀的八万四千法门的确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然后我们修行人只承认自忠 然后不承认其他的宗派的话 这种说法也是不合理的 比如说有些学藏传佛教 依靠藏传佛教他获得受益最后获得解脱 有些是学南传佛教 南传佛教对他特别特别的适应 然后依靠他来获得解脱的 有些人是依靠汉传佛教 汉传佛教当中也是有些是通过禅宗来得到解脱 有些是通过密宗通过净土宗通过化验宗 通过其他的宗派对他特别特别的适应 所以仅仅是我们一个临终智慧 也实际上有不同的观修方法 当然我们死的时候 可能所有的这些观像全部都能观 不一定能实现 但是你在 打喷嚏的时候西方人说是上帝保佑你 这是一个祈祷啊 还有怎么说呢 还有什么说话 哎呀 有人像我了 那都一定感冒的时候很多人都有 这个是不定音 那你们所有的人都不打平地没有一个人 这样的那个 也好 我们佛教徒最好学会一些记录 我看今天我们这里有个别导游还是在记 有些都没有了 有些都是有得不忘陀罗尼 有些书都不看 一般都在讲课的时候一直 可能能背诵 所以说我的建议上课的时候最好大家 虽然讲者讲得不一定很好 但是不管是怎么样 他所讲的有些记录下来的话 也许可能是很好的这是一个习惯 所以以后可能包括我们佛教的一些 因为我的意思呢 我们一般讲经说法的时候最好是比较层次高一点 不然我那天说开玩笑 就是有些牧民和农民开会的时候都比较 也是非常随意的 我都比较后悔的是什么呢 当时在上师面前每次都觉得这个机会是有的 今天讲一堂课也没什么 但后来好像有一些记录下来就非常重要 不仅仅是法王如意宝那样的高声他的 甚至世间当中的一些朋友 有些道友 包括你去转身衫 出国 很多事情记录下来也很好的 那天有一个堪布在马来西亚给我发 当时法王我们去马来西亚日程安排的标 得到以后很开心很开心的 最近我得到原来法王93年去美国的一个日礼 当时日礼上画的什么什么这些很有价值 所以有些时候可能我们在人生当中 不仅仅是我的意思 并不是我的话你们记下来我讲得特别好 不是这个意思 你们自己的生活当中 甚至你跟别人吵架的心态记下来 这也是很精彩的 我今天给别人发脾气我就说了什么话 再过一段时间以后你就发现 我确实修行很不好的不应该说这句话 有时候这样的记录我觉得有意义 下面我就讲一下简单的反正我看今天是一个小时8点9点 9点是吧 刚才念传承大概接近十分钟 这样的话9点10分之前要讲了吧是吧 诸法自行清净观修无事相这个是在我们当领终的时候 诸法要知道一切万法的本性是清净 他这里清净的话就像密法当中讲到本来清净 本来清净的时候未来的法还没有产生 现在的法当下无有本性 过去的法已经灭完了就像《金刚经》里面讲的 过去性不可得 现在性不可得 未来性不可得 所以一切诸法本体上完全是清净空性的 因此时时刻刻要观修一种无事法 我们无事以来的众生被各种无明烦恼习气所迁移 一直认为万事万物的法是存在的 但实际上存在的念头是错误的念头 并不是很正确的因此我们通过这种宗观的观察方法 生意当中万法都是了不可得的 在世俗当中也许可能有一些显现 如模如幻 如电如露等等这样的法也许存在 但这也是经不起任何的观察 所以我们在灵终的时候 如果能观想一切万法空性的话 依靠空性的威力这种人也获得解脱 这是第一个窍诀在《灵终智慧经》当中 是观空性的意思 然后第二个 就是《菩提心戏具观修大悲相》 每个人其实具有利他的菩提心的善根 有大乘的菩提心其实每个人都有 就像《大乘经传论》里面虽然讲到一些 断了佛心的众生 暂时邪见众的这些众生 但实际上每个众生都具有如来藏的原因 都可以具菩提心的 那么这样我们在灵终的时候也是观大悲菩提心 大悲心的功德也很大 《佛经》当中也讲不能观修很多法 只观修一个法一个法是什么呢 就是大悲心 所以我们一般不会观其他法 只观修一个大悲心 《大乘经传言论》的十七品当中吧 十七品当中也在讲真正的大悲心 它对众生是平等性的 比如说我们凡夫人对怨敌有嗔恨性 对情人有悲心的 这不叫真正的悲心 而声闻缘觉的话他们是什么呢 他们是对可怜的众生有悲心 但其他众生没有悲心的 而菩萨他对凡是其他众生都有同样的悲心 所以叫悲心平等 而且这种菩萨的悲心完全是 他力就是自力 他的痛苦就是自己的痛苦 而我们凡夫人不是这样的 自己的快乐和他的快乐 自己的痛苦和他的痛苦完全是分开的 作为菩萨的话 别人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 别人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 那么别人的感受跟自己的感受 完全都是融为一体 这是大乘菩萨非常好的一个思想 我们也很希望能修到这样的 所以临终的时候 你如果能观修大悲菩提心 我要愿所有众生的痛苦我来接受 像这样的悲心 依靠这个心的力量来也会获得解脱 前面的那个就是观空性 然后这个就是观一些悲心 观大悲心这是第二个修法 第三个修法是诸法自行明 观修五眼相 一切诸法本来都是具有自行清净的 自行光明的一部分 那么这样的原因我们可以观五眼相 这个一般来讲 显宗当中是比较少的 涉及到一些密法当中的 生起次第 圆满次第 光明相 就是光明五眼相 因为我们所有的本尊和所有的 包括阿弥陀佛的这样的想法 其实它跟无缘空性无二无别的 这么一个想法 所以说这是一种光明相 这个光明相 你们可以我们现在在修法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临终的时候没有失智的 如梦如幻的 显而无自行的 如彩虹般的 把自己的根本上师关在自己的头顶上 然后阿弥陀佛关在自己的头顶上等等 这是第三种修法 这是五眼相 第四种修法 有时戒无常 观修五坛相 那么一切万事万物一切我们世间当中的 这些有为法都是没有一个常有的 全是无常的 财产也是无常的 地位也是无常的 青春也是无常的 春夏秋冬 所有的一切的一切的话 我们世间当中没有一个常有的 自己的房屋也无常的 身体也是无常的 世间当中的家庭也是无常的 很多都是无常的都是不确定的 这因为这样 临终的时候你没有必要去贪执那一个 这个是很多教言书当中都已经讲的 我们要死的时候不要想到 我的女儿 我的姐姐 我的这一本书 哪怕是我的车 房子等等 以前《极乐愿文》的大书里面 有些包括比丘都是他贪执波欲 贪执这样那样的食物最后都是变成都市 都有各种情况吧 所以我们在接近死的时候 对世间当中一切都最好不要有任何贪执 也没有什么可贪的 世间所有的任何食物都是自己也无常的 没有什么可贪的这叫做无常相 所以这里面《灵终智慧经》它真正的修法 我们有四种想 还有 这是后面的这一个最比较高的了 心来智慧因 佛魔踏出寻 因为我们认识自己的心本来面目的话 其实它是真正佛的如说有者和精说有者的本体 那么我们最好佛不要在别的地方去寻 寻找这是最高的一种方法吧 大乘经典的究竟思想都是 心即是佛 佛即是心的这么一个思想 所以其实我们认识到心本来面目的当下 也可以说是觉悟也可以说是成佛也可以说是成就 它就是这样的 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寻找其他的佛 这就是最后一个观修方法吧 所以这是我们讲《临终智慧经》的话 大家也应该记住的 就是说每个人都会离开这个世间 什么时候离开很难说的 现在有些人大多数 就像我刚才《暗示圈经》里面所讲的一样 我们可能很多人都说我不会死 听说我家人死了 我不会死 都是自己认为自己不会死 但是我们自己的生命也是 如此像水泡一样的脆弱 你真的不死的霸王呢 不要说我这一年不死 我明天不死的霸王呢谁都是没有的吧 就是这一年我今晚上好好地睡下去了 明天我百分之百保证 我明天肯定会能寻醒过来的话 有没有这个保证啊 如果说哎哟哟 我不会死 那你说有什么理由你给我讲一下 一定要有百分之百你不会死的 那可能我们都确实 包括自己也好 别人也好 这个生命是如此的脆弱 就很难说晚上你半夜三更的时候 出现一个病的话群羊好像什么 他们很惊讶地往上都是说 原来大白兔他们公司的那个闹钟 去云南 去女友的时候 猴子用什么把它吹到她的头上 然后打下就死了很多事情 我现在都是好好的 但是待会儿离开这个时间 我今天是人 但是再过两天的时候就变成动物 变成胖身 甚至在地狱里面燃烧在地狱里面受无量无边的痛苦 我们这个轮回确实就是这样的 只不过是有些人太愚痴了不知道而已 不承认生命的延续性而已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有必要 《临终智慧经》也会要了解对死亡的话 这是很关键的当时你真正 有些是可能比较刹那心的死亡的话 可能我们没有来得及不来不及 只是靠平时修行的习气来解脱 如果有些人真的是生病了 真的 我都比较去年我们事情会 有些发行人员特别特别好的 那么今年的话有些都已经离开了 有时候包括现在每次都是众生学院当中 我基本上知道是哪些众生学院 哪些学会的哪些人 每天都是有好多好多的信息 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是逐渐逐渐这样离开的 所以死亡无常在一切修法当中还是很重要的 因此人活着的这个短短的时间当中 我也特别特别地希望大家是什么 既要做世间的各种各样的 一些我们需要的生活的事情 但更要准备来世的解脱这一点很重要的 佛陀我昨天看了《扎阿汉经》 《扎阿汉经》里面有一个一般居士 得安乐的八种法这个八种迷诀你们也应该记住 因为现在有些人觉得我们佛教好像对生活不关心 全是一个出世法其实不是这样的 佛陀对佛教里面 就要关心今世的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更要关心来世的我们的方方面面 这样的话《扎阿汉经》里面讲到八种法 有一个人问佛陀我们现在想出家 这样的话没办法 作为一个很好的在家人有什么样的方法 然后佛陀就讲了八种安乐的法 第一个就是我们今生当中的四种法 今生当中四种法当中他讲的四种具足 其中第一个是方便具足 方便具足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依靠农业或者说依靠商业 还要依靠王室 王室当时国王皇宫里面的一些事情 意思就是现在公务员 意思就是说做农业 做工业 做商业 还有现在公务员之类的 这样的还有做医术 凡是我们能陌生的这样的一些生活 各种各样的方法都是安乐之音 这是一个叫做方便具足 所以佛教里面对现在的生活还是很关心的 这是方便具足是一个 然后第二个就叫守护具足 守护具足就是说自己将有的这些财物 不要让国王把它抢走不要用其他的敌人 他们就把它偷走不要有自己的不肖子孙 把它全部拿回去或者是什么水 火 毁坏 意思就是说我们现有的这些金钱和财物 一定要学会保护这叫做守护具足 这是第二个 那么第三个就是善知识具足 你们记得不是很多旁边的有些人记得好 第三个是善知识具足 善知识具足的话 其实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痛苦 困难 迷茫的时候 需要善知识地开导 不安乐的时候 让依靠他的教言来得到安乐 没有产生安乐 让他产生安乐 已经产生安乐欢喜的话 这个欢喜就不断地延长下去 也就是说当在我们人世间的时候 不仅仅是物质上要具足 还要精神上需要善知识的开导 这个是善知识具足 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就是证明具足 证明具足就是我们生活应该以合法的 很合理的不是以欺骗 假扎 以各种非法的手段来养活自己 这是今生当中快乐的四种法 叫做证明具足 总共是有四种 后来那个人问了 那佛陀我们来世快乐的话有什么教学呢 第一个叫信心具足 应该对佛菩萨有解脱到的这个 自为自己信心的对境 而除了解脱到以外的这些其他的一些道士也好 他们的人也好 法也好不应该去抑制 所以信心具足 我们在座的人也是佛教徒希望你的专业 终点放在佛教的知识和佛教的闻思和学习 这方面否则现在有些人每天忙着工作 每天都是对世间法 这样我担心到死的时候 我们对佛教的基本修行和这些都没有理得过来 有点可惜这是信心具足 戒具足一般在家人远离杀盗阴亡就无戒 受持无戒 无资具足 然后第四个说不施具足也就是说 自己引用的这些财物也好 法也好 在不同的场合当中远离吝啬性的方式来 尽量地跟其他的有缘众生不断地分享 这是不施具足 然后最后一个叫智慧具足 智慧具足的话 依靠自己的智慧应该懂得什么呢 就是苦疾灭道的四地的真理 通过通达四地的真理在轮回当中 真的了解到路道轮回的真线 从中获得真实的解脱 这是《扎阿含经》当中作为在家人 就是获得快乐的八种迷惧 希望今天在座的各位也应该好好地反思反思 也许我们短短的一段经文 对你的生活的方向 生活的品质 生活的方方面面有一些进步 我们人都需要进步 不是每天都狠狠饿当中 只要度过 只要活下去的话 那可能不一定是个很好的了 尤其是我们修行人的 尤其是大乘佛教徒 我们不仅仅是自己要修行 还要什么呢 还要我们利益众生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 否则的话我们大乘佛教徒也是 天天都是想着自己的 然后甚至我们的言行举止 有时候直接会坚信害众生 说别人的过失 这样的话的确很糟糕 很不好的 我们自己也经常观察自己 我是大乘佛教徒的话 我今天自己修行了没有 用智慧来观察自己 我今天做没有做到对众生有利的事情 这个又要观察呢 我今天做了没有害众生的事情 如果我们对别人生嗔恨心 害众生 那这样的话我是不是一个大乘菩萨 大乘 因为我们都发了大乘菩提心 就每天都是在念 所以我们念的时候都是好像眼睛都睁不开一样的 特别特别的这种专注 然后下半课的时候开始穿鞋的时候 嗯 不要碰着我 干嘛 走漏的时候都是好像因为别人碰着他的话 他很不高兴嘛 我们有些出家人都是 显现上是脾气不太好 把屁蛋都是 其实不应该 按照出家人真正的行为的话 我很佩服南传佛教 南传佛教不是大乘佛教要利益所有的众生 好像他们的言行举止很深信心 有时候确实我们南传佛教的好多比丘 有些修行人以言行举止上很寂静的 非常寂静的 我们尤其是藏传佛教有时候有点傲慢 好像我是藏传佛教 我那天不是跟你们也讲了吧 藏传佛教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 有些汉传佛教也是这样的 有些和尚特别的 我不学了 不然有话说话 所以我们不管藏传佛教也汉传佛教 有时候在行为上我还是希望学习南传佛教 行为要寂静 所以我们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 都自己认为我是大乘佛教 你们是小乘佛教 你们是小小的小乘佛教 但实际上我们大的话脾气大 傲慢大 有很多的毛病大的话 这不叫大乘佛教 真正的大乘佛教是什么呢 就是利益众生方面比其他众生大 所以我观察可能自己还是很重要的 希望你们居士们也是这样的 有时候居士们不知道什么原因特别爱讲过失 下面讲的时候好像真正的 比如说龙猛菩萨在《中观根本会论》里面怎么讲的 《入菩萨行论》里面怎么讲的 《阿底下尊者的教言》是怎么样的 然后吴光尊者的教言是这样的 这样的 探讨的人很少的 然后一直讲 过来 我给你说个好消息 听说这个人很坏啊 这样不好 尽量少数众生的过失 然后自己修清净的法 今天可能说的稍微多了一点 但是也不算多吧 应该讲这么多 佛说这个经以后 徐公章当众眷属说 皆大欢喜随喜诚谈世尊所说 生大乘宁终智慧精进 这个经典已经圆满了 就是念了传承 然后今天的这一堂课就圆满了 希望你们如果没有特殊时间的话 最好还是念《普贤行愿品》 普贤行愿品每天这么念的话 功德非常大 而且我们有这么多人一起发愿是特别好的 我还要昨天也鼓励大家念《文殊菩萨的行诸》 好多人给我也说是念一亿遍 这个也很好的 但是这个你们自己好好地考虑 到底能不能念一亿遍 我说的时间是一辈子当中 当然不能念一亿遍的话 一百万 一千万 十万遍 当然一万遍也可以 我希望我们这次大家共同修的话 大概今年六七月份的时候我们中修报一下 这样每个人可能得到很大的功德 所以昨天上师如意宝的上师祈祷文 文殊菩萨和法王如意宝无二无别的一种观修方法 我想依靠这个缘起来我们多念文殊菩萨的行诸 我们生生世世不会变成愚昧的人这是一个缘起 还有一个依靠文殊菩萨的这种智慧 我想很多人开智慧即生当中 应该以前是比较笨的上半身是比较笨笨的 下半身变成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半智大 有可能性的 所以希望大家要忠实参与这样的修文殊法 也就是说 开智慧这个过一段时间 给大家也提供报名的邮箱 有些网络的网址可以给大家提供 今天也在说我过两天可能还要回说 所以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种缘分集聚的时候 大家共同地积极参与 当然你实在做不到光口多少 我要念一一遍 一万遍都不念 这种认识我也不需要加数字对吧 这样的话不好好 今天讲到这里 всего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